大家好 歡迎收看 AOG Channel 我是Samuel 最近很多朋友問到 最近家裡的陸龜不太吃東西 胃口差了 狀態可能比之前夏天的時候差一點 可能會有流鼻水的情況 或者肚子 其實大家都知道 爬蟲類是變溫動物 最近天氣開始冷了 可能在日常保溫 大家也有些地方忽略了 冷傷了我們的陸龜 所以會看到健康上有些景號給我們看到 所以今天這個短片就是提醒大家 現在開始天氣冷 有什麼特別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們所選用的燈具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日常用的燈 夜晚用的燈 很多時候日常用的UVA燈 可能夏天的時候 是用一個相對低一點點的燈 到現在開始踏入冬天 我們就要留意一下 到底日常燈的燈的燈 還夠不夠用呢 是否可以去到我們所需要 即是陸龜所需要的溫度呢 如果發覺真的不夠熱的話 我們就要用一個大一點的燈 另外就是晚上 因為很多時候晚上的話 我們經常都說要給日夜溫差比陸龜 在以前夏天的時候 晚上很多人都沒有用夜用的暖燈 但譬如去到現在開始冷的話 晚上的溫度可能只有20度 我們就開始要用一些晚上的保溫的燈具 可以是一些陶瓷膽 紅燈 又或者藍燈 我們大家就因應不同的物種 或者不同的情況 或者自己的喜好去選擇用哪一種晚上用的暖燈 如果陶瓷膽的話 它本身就不發光 只是發熱 但它本身的產品是會令到環境很乾燥 另外就是陶瓷膽比較適合用致氧雙氧的龜去用 因為它本身的發熱功能不是靠光去傳熱 它是一個好像一個暖爐仔 開了之後 適用範圍很細 在這裡開了 可能在這個位置已經不太能感受到 大家因應情況去選擇 另外就是紅燈和藍燈 紅燈的話 保溫效果會比較好些 它的穿透力比較強 可能同一個Waxel下 紅燈比藍燈是暖很多 但一個缺點就是它好像神台燈 但開了之後 穿透力很強 遠一點的地方都會感覺到 另外就是藍燈 藍燈是一個很暗的藍色 光線相對上柔和一些 相對上會不會阻礙我們的陸龜睡覺 但它的缺點就是保溫效果相對上會差一些 可能不是一個很大的箱 例如604545 可能你都要用到75W才夠暖 甚至乎有些人住的地方可能冷些 可能要用到100W才夠暖 好了 講到這個夜用的暖燈 我剛才也提過 我們要給它一個日夜溫差 所以某些龜我們要留意一下 例如有些龜可能25度左右就已經OK的話 我們可能開了暖燈之後 就將溫度推到上可能26、27度 就不用去到好像日頭30多度那麼熱 因為我們要給它一個日夜溫差 讓它知道我現在是晚上 會涼一點會暗一點 有些人又會問 如果我的環境 我真的很局限 我真的無法安裝夜晚的暖燈 那如果我用暖墊又行不行呢 其實用暖墊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野外這樣算 日頭的時候有太陽曬 曬完地下或地表是暖的 然後到晚上冷的時候 龜會掘地洞或樹洞 它就躲在裡面 其實那個地方 因為日頭的時候 已經被陽光曬得很暖 所以它再鑽進去 是暖的 當我們用暖墊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暖墊放在他們睡覺的山洞底 然後營造一個有點像野外 它們掘進去一個暖的樹洞 或者地洞的效果 其實用暖墊加溫也是可行的 大家都記得留意一下 用暖墊加溫 我們同樣地 就不用暖墊遮蓋整個光 都是佔整個光 大概是三分之一半 做一個冷熱區 讓它晚上都可以選擇 但其實無論是暖墊還是暖墊都可行 但比較傳統的話 就是用暖墊去做加溫 另一樣東西大家需要留意的 就是浸水這個環節 我們每天都會和我們的陸龜浸水 浸水的水溫最好大概保持在35度左右 但是在天氣冷的情況下 水溫冷得很快 所以我們要不就放在暖墊底浸水 再不然的話 其實有些行溫浸水器的產品 都可以試一下用 保持水溫維持在30多度 這樣就安全一點 不會冷傷它 因為有很多個個案 就是水溫變冷得很快 但大家又留意不到 搞到冷傷了這隻龜 很多問題會出現 還有一件事 就是假如Touchwood我們的陸龜 例如病了要看醫生 我們帶它去看醫生的期間 天氣這麼冷 都會有機會冷傷它 雪上加霜 我們想避免這個情況 我們帶它去看醫生的期間 我們可以用人用暖包暖貼 貼在帶它出街的盤子裡 最後一件事需要注意的 就是環境問題 因為我們開始踏入秋冬季 其實香港的濕度會很低 很乾燥 加上你開了暖燈就更加乾燥 所以我們要留意 如果是一些本身對濕度要求高的龜 我們就要更加留意它們的濕度 就是勤勤去修濕底材 增加環境濕度 另外就是有些龜 可能你會很快看到它的皮膚很乾 可能一塊白色 有些爆刷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一樣有些產品可以跟它塗 就是塗一下皮膚 滋潤它的皮膚 還有塗一下殼 滋潤殼 另外很多人都會問 到底這個綠龜BB 經常都會聽到 要不要冬眠 因為看書 可能賀曼 四指 這些是會冬眠的 我現在在香港養它們 又不用讓它冬眠呢 其實就是 因為說到它們冬眠 都需要很冷的情況下 因為它們原居地真的會很冷 可能低過10度 甚至低過5度 那它們就有需要冬眠 但在我們養它們的情況下 冷極都可能只有十幾度 不如我們就用一個加溫的方式 去幫它們過冬就更加好 即是把溫度調整 好像平時我們夏天養它一樣的溫度 那就OK了 所以我們在香港養綠龜 基本上就不用讓它們冬眠 那今天關於這個自養綠龜 在寒冷天氣下需要注意的事項分享 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AOG Channel 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給個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以及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多謝 拜拜